梦中的那片海越到最后,越让人唏嘘的 曾经的少年们长大了,关系却越来越淡了 除了齐天之外,萧春生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人 他遇到童小梅,始终对他不离弃 童小梅这个人是妻子人设的天花板 情绪稳定,有格局,有追求 萧春生遇到童小梅真的是太幸运了 他能创业成功,童小梅有60%的作用 陈红军和叶芳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他虽然爬上高位,却因为人性,也渐渐走向迷茫之地 婚姻中,他和叶芳的关系几乎到了冰点 陈红军也出轨推销酒的姑娘,他已经沦为渣男了 叶国华复员回到北京,家里也发生了烂七八糟的事情 首先贺红林怀孕流产了,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彼此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反过来看萧春生和齐天,都遇到了务实的姑娘们 人生也算是尘埃落定,走向了一条稳定又担当的路 萧燕秋生了女儿,童小梅也生了女儿 想当初,齐天和萧春生可是死对头 但最后两人成为生死兄弟,最终成为一家人 最后,儿时的伙伴们都离散了 唯有一直陪着萧春生创业的人竟然是齐天 几个人的大结局都让人想不到 郭黑子在狱中,赵小慧来看她 赵小慧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 最后的篇章中,出现了一个压轴性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刘欢饰演的医疗器械老板 她觉得萧春生抢了她的生意,便动手推了萧春生 这个叫不上名字的医疗器械老板 仅出场几秒钟,演技却让观众惊艳 饰演这个人物的刘欢已经在娱乐圈闯荡了很多年 至少她的戏龄有25年了 很多人对刘欢有印象的就是《胡同》 剧中她饰演了重要角色,演技也让人惊艳 其实,刘欢还有一部精彩的作品 那就是《秋缠》 剧中,刘欢和任嘉伦合作 两个人也一起完成了很多任务 刘欢的形象特别红色年代剧 《沙巴方》中刘欢饰演了富二代张汉涛 《冰云城下》中饰演了二少爷杨少义 《逆战二叠战深海》中饰演了刘一鸣 《哈尔滨网室之风雷洞》中饰演了冷洞 《刀客家族的女人》中饰演了葛正梨等 刘欢因参演数字电影《莫妮卡》 这部短片获得2000年德国最佳短片奖 刘欢也凭借此片在影视圈展露头奖 刘欢在参演《密战二叠战深海》的时候 被王志文赏识 后来,刘欢也获得了华顶奖最佳新锐男演员奖 除此之外,刘欢还在剧版《北京遇上西雅图》中饰演《匹少爷》 《富二代雄宇宙》 《军师联盟》中饰演魏明帝曹锐 与管家中饰演杜甫少爷杜明海 生活中,刘欢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同时有点设恐 他不愿意跟人表达 他的很多情绪都放在戏里面 所以,刘欢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情绪都很饱满 刘欢的演技很平稳 他能快速地进入角色状态 虽然他不温不火的 但是演技特别地精湛